Panel 7 神的座位 圣经说,我们所看见 我们所看见会 sof skan chapter 10 所以我们在平安回到 我跟郭先生,我們在平安回到成功,跟成功的家人,還有香港的家人,霸王平安之後, 我們就想把神在我們身上的恩典傳達出來。 這些事情是為我六號本年,就是地震那天,白天。 我六號本來就要去花蓮去醫院做一個檢查 我來人家安借房的日子 今天在你家吃如果你是好意 我三天以來就在你家裡 在你家裡的家裡和家裡的家裡 在你家裡的家裡的家裡 七號我預備要上台北開會 什麼好意? 如果你是在你家裡的家裡 我媽說這家裡在你家裡的家裡 都在這家裡的家裡 所以我六號就想說那我們就住在花蓮好了 我先生說那我們住在花蓮好了 我先生說那我們住在家裡的家裡就好了 我先生就說那我們住在阿伊家住在北部就好了 就是馬里昂,然後就說沒關係啦,我們住外面 然後我們那時候訂的時候,我之前就已經訂統帥了 那時候我先生還說,你為什麼要訂那麼舊的飯店 我就想說沒關係,已經都訂了,所以我們那天晚上就是,我們大概八點多就住進去那個統帥 然後結果一拿到那個房卡,蛤?十樓? 然後我先生說,蛤?怎麼住到那麼高? 我想說好,沒關係,所以我們那天就在那裡住下之後,我比較早睡 我先生說,那時候他還沒有睡覺,他還在花手機 然後我們就睡一睡,然後就開始地震了,當然就是會先開始先搖搖的晃,輕輕的晃一下 他想說花蓮常常有地震,我就還是繼續躺著 可是後來發現不對,他就已經開始橫向的,就是越搖越大力 然後我們的床鋪已經開始在移動了 然後我就,我先生就直接那個就是跳到床上,把我們抱住,把我壓住 然後我們就兩個人在床上就一直大喊哈利路亞 然後我們就等到他稍微比較沒有搖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趕快去開門 那時候門就打不開了 然後我們那時候已經聽到走廊有人在走動,就是有聲音 然後我們就用力地敲那個門 對,那時候敲門,因為大家其實都很慌,然後那時候我先生就先跪下來禱告 然後我就跟著他一起禱告 在禱告當中,然後又突然感受到就是一陣突然往下墜 然後心裡真的很害怕 然後我們就再起來,就是在四人打開門一次 他門還是打不開 然後我先生就去摸那個門 然後他摸門的時候,他發現那個門可能因為受到擠壓 所以他那個門有稍微有一點弧度,然後他就摸到那個房門的角落 有縫隙,他的手可以放進去 然後他就要想辦法,因為我們那個門因為是舊的飯店,所以他的門是木門 所以他就先,他就想辦法就是,他就整個人就掛在那個門上面,用腳撐旁邊,然後把那個木門搬下 然後那個木門第一篇被搬下來的時候,我本來很開心,然後就一看,欸!還有一層 因為他有夾層,所以他總共大概搬了兩、三次才把那個木門整個拆下來 然後那個時候門就被我們拆了,就是我們大概半身的高度 所以他就把那個門拆下來,然後把那個門拆下來,然後把那個門拆下來 然後我先生就說,好,我們趕快拿東西趕快出去 因為我們家先要去,我們家先去找那個門拆下來,然後把那個門拆下來 那是自中,真的神的恩典很大,因為我是近視眼 所以我睡覺的時候眼睛基本上是拿下來的 所以我睡覺的時候眼睛基本上是拿下來的 看不到不能逃出去啊 我就開始,因為我就記得我的那個眼鏡的位置大概在哪邊 我就開始用手這樣隨便亂摸 等下,那麼不然他在那裡,他還在那裡 三個月,這幾個月,你會在那裡,你會在那裡,你會在那裡 那現在說居然讓我摸到我的眼鏡,而且眼鏡,就是我現在這一副,眼鏡還沒有破掉 然後我們又開始就是找手機,想說要聯絡家人 因為我們是想說要逃出去嘛,就是一定要先穿鞋子 我們也能夠在第一時間之內都可以馬上找得到我們的鞋子 馬上拿得到衣服跟包包 那東西都拿到之後,我們就跳出門,跳出房門了 那其實走廊那個時候都因為它那個什麼水泥喔 其實走廊都已經是灰塵了 那時候我看到那個逃生梯的那個指標 因為停電的時候那個逃生路口的指標它是亮著的 當然感謝這個都好意 然後於是我們就開始從十樓走樓梯走那個安全就是走樓梯開始往下走 那因為那樓梯都有那個樓層的標記嘛 我就開始一邊喊說九樓 八樓 七樓 六樓 然後我們下到那個那一層樓的時候我發現那邊裡面有人 我就趕快衝到那個就是等於是從安全地帶走 然後走回那個大樓那邊 一邊都好意 所以馬上就在那一層樓 三個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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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在那一層樓 三個八樓 三個八樓 所以全部樓都在那樓梯 三個八樓 三個八樓 我那時候很希望那裡是一樓 但是我就問那個學生說 請問這邊是幾樓 然後他們跟我說這裡是四樓 然後學生說 我們說樓梯不能走 我們去看那個樓梯的時候 那個樓梯都已經翻起來了 那時候我們那一層樓 其實人蠻多的 然後又有那個灰塵 然後那個火警警報器又一直在警告 所以我們全部的人都很緊張 所以他就好意圖樓 三個八樓 三個八樓 然後他就好意圖樓 三個八樓 三個八樓 然後他就好意圖樓 三個八樓 三個八樓 他就好意圖樓 三個八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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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時候 我先生說他往 他就突然看到窗戶 他就好意圖樓 三個八樓 三個八樓 然後他發現窗戶外面剛好應該是 我們現在想應該是路庚 所以那個窗戶外面有點亮 然後他就往窗戶那邊看的時候發現 他往下看 我們距離馬路已經沒有很高了 然後他就開始 他就先用手把那個玻璃敲水 然後他就先試著 他自己先爬到窗戶外面 因為我們發現馬路跟我們的窗戶中間 有一個遮雨棚剛好卡在那邊 然後他爬出去之後 剛好站在那個遮雨棚 然後也覺得OK 也覺得安全 所以他就叫我跟著他爬下去 他在爬下去的時候 感謝主那時候有一個 現在知道了 那個時候是那個人的一專的學生 他們還拿那個手機啊 幫我老公照那個 要爬窗戶的那個路 他還幫我們照明 然後我們就順利爬出去之後 我們就趕快再走那個 因為那個學生後來他們老師教他們去 就是回去集合 因為學生不能亂降 所以學生又回去老師那邊集合 就只有我從窗戶那邊下去 所以他們就好意 發現了那個好意 馬力哥倫就把他發營下去 也不少說我會有錢 然後就看到他們在那邊 到那邊 到那邊 阿夫人的那邊 到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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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會被人的好意 到那邊 到那邊 這才會被人的好意 到那邊 到那邊 我們就走著那個棚架 然後走一走 然後走到最邊緣之後 我們就稍微跳一下 我們就到馬路了 那時候 我們就已經很平安了 那時候 我們就已經很平安了 那時候 我們就已經很平安了 那時候 旁邊 那時候 消防隊也已經到了 他們已經從另外一個窗戶 開始架那個 長的梯子 準備做救援的工作 那時候 我們也讓我們到後衛了 在我們消防隊 都在啦 我們要到家裡 到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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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 到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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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過了一個晚上之後 我們隔天 因為我們的車子 停在旁邊的停車場 我们本来想说要去看我们的车子 我们的车子底下 我们的车子被压在底下 然后上面那个遮阳板 就是我们那一天晚上踩的那个遮阳板 然后我们出来之后 那当然第一个事情 我们都想要赶快跟家人报平安 所以我们的车子都想要赶快跟家人报平安 但是因为这个彰化都不知道我去华丽 所以我不敢打电话回家 我们的车子都想要赶快跟家人报平安 还要赶快跟家人报平安 说得很好 我们的车子都想要赶快跟家人报平安 我就打电话给四华 我就跟哥哥讲说我很平安 其实我们之后回想 我们其实没有为神做那么多事情 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大的问题 因为我老公是那个 我先生是那个长老教会的 但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共同就是信靠神的力量 所以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机会 我们希望都能够把神的恩典传扬出来 谢谢弟兄姐妹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跟我先生非常感谢神的是 我们两个出来之后 我们两个都没有什么外伤 然后我们在家里 平安的回到家里 平安的回到家人的身边 愿神经念大家的爱心 你愿意确容 要归于天上的真神 你愿意确容 要归于天上的真神 你的恩典传扬 当天我们要归上的真心 还要将我们的意思 阿们